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的最新态势 佩芬姐帮我们做解析 画面当中你所看到 民进党今天的中常会当中 正是在讨论总统初选的工作日程 但是会议开始时间 比以往来得晚 引起大家的关注说 今天会是开不成吗 我们看到中常委陆陆续续 进入了整个会议室 卓榮泰强调没有延迟 所有的中常委都是有出席 不过看起来脸色都相当的凝重 那因为一点半迟迟没有开 当时新闻部主任丁允公告知媒体 说我延后开 但是原因是没有告知 到了一点五十分 又突然开放媒体说要开会咯 那卓榮泰接受大家联访时说 只是大家出席晚一点 可能今天劳动节大家活动太多了 所以在将近晚上十点钟 我们就让你来看 国民两党都看得出来 好像初选的问题各自有各自有风暴 那展开了心风血雨 国民两党都出现隐性分裂的一个危机 所以大家要问第一个问题 民进党的候选人 6月5号真的可以产生吗 蔡英文总统所抛出必要时全代会 意味着到底是什么 当英德内战最终会交由全代会来定夺吗 最后的演变的结局应该怎么看呢 6月5号很显然是一个关键日 那有人说决战在全代会 如果要决战接全代会 必须要各自动员 各自动员的状态底下 就是要各自展开的决战 所以分裂的海啸 恐怕也会席卷民进党基层吗 从有含5条 含4点 等一下苦林大哥怎么做解析 但是我先请教师来看民进党内部的状况 苏贞昌的表态这真的是因苏佩很有可能吗 来 义副大哥怎么看 那如果走到真的不幸走到全代会那一关 也不会是蔡賴佩 蔡苏佩的可能性有没有 如果说是一个初选走到底 蔡英文赢或是说直接走到全代会 蔡苏佩当然有可能 苏现在的满意度高大四成多 一直维持在一个高档 当然蔡苏佩有可能 当然蔡英文跟郑文燦有没有可能 其实他也存在着一点可能性 最近两个同框的比例好高 我觉得他也对 我觉得他也存在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苏存在的可能性 当然正眼存在着可能性 那你谈到民进党 我们今天中常会在录的时候 中常会还没有结果 但我们回到一下四月十号终止会 终止会四月十号终止会里面 就是做出了五月二十二号以后 进行的这个决议 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到 回到四月十号终止会呢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也都在这边录影 都在等结果 是我们就不断连线到现场 关键大家都知道 关键是在一个小房间内 有四位除了苏贞昌以外的四位协调 协调小组成员 包括陈明文跟陈其迈 包括林俊县在那里面 协调的过程里面提出一个 五月二十五的时候 二十二的时候 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交换意见 这个当然没有形式 是行诸于终止会的结果 就跟大家有一个交换意见 说五月二十二号之后多久呢 当时提的是说五月二十二号之后的一个礼拜之内进行 所以你看党中央所规划的案子 他在最后所做的民调 好像是五月二十四还是二十五到五月二十九 六月五号公告 所以这是一个当初 在小房间里面一个交换意见的公司 当然这个公司并不代表终止会的决议 并不代表终止会的决议 那当然大家在小房间里面略有提到这个交换意见以后 那我们看到民进党中央也是依据当时在小房间里面 大家初步的一个公司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当然今天中常会会不会做出一个决定 刚刚有决定 什么决定 有决定 最新的 他说五人小组像蔡总统跟赖院长 说明初选日程后再召开中常会讨论 这个很符合一个昨天 什么意思 再召开 这个很符合昨天的 晚上的一个说法 就是今天的中常会 不一定不会做出任何的决议 要留待下周的终止会来决议 那这里面呢 当然要跟双方谈变成了一个当然了也合理了 我也认为合理了 就是说你行程上面问两方有没有意见 大家意见如何 我觉得是个合理的借口 就是说这个借口还合理了 就是说我今天不处理 我要把他研一下 这个借口我觉得还合理了 就是说我跟 毕竟我拟出来了 现在还没有跟蔡英文跟赖清德谈 所以基本上也都觉得说是 基本上叫做合理的借口 那只要有一方 在谈的过程当中 只要有一方不接受呢 那下个礼拜中止会要怎么处理呢 中止会要怎么处理呢 那中止会会不会5月22号之后 其实坦白说一句话 延到10月都叫5月22号之后 延到9月也叫5月22号之后 延到7月也叫5月22号之后 那延到6月也叫5月22号之后 那下个礼拜中止会 他定出来的时辰 5月22号之后多久呢 现在大家在看 你要是党中央的案子 还是后面的案子 你现在会出现一个这个问题嘛 你到底是5月22号之后多久 那谁来决定到底什么时间呢 中止会来做决定 没有他可能要交给下个礼拜的中止会 下个礼拜是召开中止会 这个礼拜是中场会 那有可能是 我这一个礼拜我中场会没有决议 那如果双方密集谈完了以后 可能就直接交给中止会 如果下礼拜处理是中止会 所以中止会下周可以决定说 6月5号可不可以诞生候选人 党中央再送进来嘛 那又中止会来 那我必须要讲一件事 我所知道应该是昨天吧 昨天五人小组协调小组好像有会面了 那大家都在看苏贞昌在 今天要开中场会昨天的那一段话 到底什么意思 但是我觉得他里面的 其他的话我都觉得 看完以后我都觉得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唯一一句话让我感觉的叫做 不用急 为什么 不用急 不用急 不用急是什么意思 哪一句话让你感觉 就是他在回应里面他有讲 就敌暗我明 敌强我弱 不用着急 不用这么急 不用这么急 明天中场会友好开会 苏贞昌这时候抛出一句话 不用这么急 到底什么意思 国民党真在乱 不用这么急 什么意思 其实大家看什么合作方案 我觉得那个合作方案 到最后都不会有任何合作方案了 一看到现在赖清德的态度 这个都不会有什么 彼此之间再有合作方案了 所以看完整篇 苏贞昌当时的回应 我特别在意的就是 不用那么急 不用那么急的意思是什么 找他瞧 现在干嘛要急着通过 现在干嘛要急着怎么样 敌强我明 敌强我弱 敌方可能六月才会出来 可能七月初才会做民调 他可能最晚都可以 可能拖到七月初 你不要以为国民党一定会六月 他搞不好会做到七月初才会做民调 那你说敌强我明 敌强我弱 不用急 那苏贞昌暗示什么 苏贞昌到底要暗示什么 所以今天 又加上昨天又陆陆续续听说 今天中常会不会做决定 会交给下个礼拜的中职会 去做决定 然后苏贞昌在前一天又喊话 然后五人小组又开过会 这一连串想起来 其实你不觉得 让人家觉得就是 依然会走一个字 叫拖 依然我要拖 当然这一次比较大家合理一点 就是说我至少抓到一个重点 中职会是五月二十二号之后 他没有告诉你五月二十二号之后 后到什么 一个月之内 还是五月二十二号之后 一个礼拜之内 他之后就没有了 我就常说 六月七月九月十月 全部都叫五月二十二号之后 所以这重点就是 老板性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想 好